Hello,我是Shanan,今天带大家看一个新建的独立屋,非常适合刚登陆湾区的家庭 这个房子在Bay Point的一个新建小区啊,这个位置呢,去到Syman的话大概是40分钟 去Berkeley或者是奥克兰的话大概是25到30分钟,交通还是蛮便利的一个地方啊 我现在看的这个户型是2800多尺,有5个卧室,4个卫生间,土地差不多有7000尺 进门来就有一个非常高挑的厅啊,一个旋转楼梯上二楼 咱们先过来看一下这边,这里是一个正式的就餐区 旁边那个小门就是一个楼梯脚的储藏空间啊 然后这边是一直连通到厨房的,我们从这边走过来看一下 这里是客厅厨房和早餐区啊,是这样子 这个房子软妆整个的配色是现在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啊 白色的橱柜一直坐到顶,然后这边有一个drop zone 就是连通到餐厅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pantry啊 现在pantry非常流行这样的长红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 这样子的话整个厨房的操作空间是非常充足的啊 然后一个简单的中导台,这个中导台其实可以放三个凳子啊 作为一个简单的早餐区或者是休闲的这样一个就餐区 这边拉门一直到后院 你看这个后院啊,它跟邻居是没有放那个fence 因为这个是model home,你正式买下来之后 它会有fence是隔起来的,院子也还蛮大的 一楼这边有一个套间哈,这个门是进车库的 这个房子自带两车为车库,然后一楼有一个in-law suit这样子的 就是家里如果有长辈什么的,会比较倾向于住在这一间哈 这样不用上下楼会比较方便 那有一些朋友也喜欢把它做成书房或者是办公室哈 好,我们现在上二楼去看一下 这个建商开的这些房子啊,它这个间距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房子我看过它不同的位置的房子 但是基本上采光都非常的棒啊 不存在那种就是隔得太近了 或者是朝向不加导致的这种房屋的阴暗啊 二楼这边一个非常漂亮的旋转楼梯上来之后是一个loft哈 可以作为family room或者是作为办公室也是可以的 那么楼上呢是有四间的卧室 咱们先过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主卧的这个套间哈 因为它非常的宽敞哈 一看就是一个主卧的配置 这个是衣帽间 然后主卧还做了一个高顶上去啊 视觉上稍微的更加开阔一点 有一种luxury的感觉 这里是主卧的卫生间 非常非常的宽敞明亮啊 有这个浴缸还有淋浴间 非常宽敞的双水槽的这么一个洗手池 其实loft的这个房间啊 它的功能是非常灵活的 我看到我很多客户也会把它作为小朋友的这个学习区 或者是一个玩乐区也蛮好的啊 这是一个客屋 客屋都很宽敞哈 这个房子2800尺的面积 做五个卧室 但是设计的还蛮好的 蛮巧妙的空间利用 所以说每个卧室都还是宽宽敞敞的 这是共用的一个洗手间和浴室 还有淋浴间哈 就是客屋共用的 这边是laundry 放洗衣机烘干机的 它还有一些操作台和储物空间在 然后现在看的这一间房 其实也是一个套内的洗手间和浴室啊 然后这个房子 它可以说是一个双主卧的这么一个布局啊 其实像现在我看的这一间 也是有不如是衣帽间 也是有套内的洗手间和浴室 其实它是一个次主卧 那所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一共就有三个卧室 都是自带卫生间的这种套间啊 非常的适合大家庭啊 就是有三代同住的这种大家庭 那这个房子的报价是100万美金上下浮动啊 因为要看具体的那个位置 还有升级的设备 非常的适合我们刚刚登陆湾区的家庭 如果你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都欢迎直接联系我 我是珊嫩我们下期再见